好 首先呢 我們請各位呢 老師您一開機之後呢 您就看到 我已經幫老師準備好了 那第一個呢 這裡有兩種 就是使用玩弄的方式 一個呢 就是您很認真的 我就是要來用的 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不是認真的 你只是隨便的開玩笑了齁 就是你只是想我先來試看看 對不對 幹嘛每次都要用我的信箱註冊呢 這樣萬一我還要收到它的垃圾信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你也可以用訪客的方式 那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如果呢 您覺得說 我就想要 現在就來試看看 您可以用這個註冊 那註冊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 是您可以使用這些社群的帳號 那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說 OneNote這邊的 登錄的時候 您就看你是哪一種 就用哪一個方式登錄 那它會要求授權 你就直接點下面這邊 另外一種方式 您可以使用 直接使用自己的信箱註冊 那這個信箱也包括了 如果說 我用Google的信箱 或者是Windows的信箱 可是我不想要跟這個社群綁在一起 那你沒關係 你就在下面 把你的Email 打進去就好了 那你如果使用下面這個方法的話呢 它會激風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可能要去收信一下 把它去收信一下 那這樣子大概就是第一種 就是用標準註冊方法 那第二種呢 老師可以直接從這邊訪客這邊 您待會呢 按一下試試看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代碼 那有八位數 那這個八位數呢 如果您記下來 比如說像 其實我有一些時候 像研習啊 或者是像 我暑假以後去上兒童班 上兒童班也很好玩啊 不能一直教大學生啊 教老師 我現在是從小乍根嘛 從小學啊 一直大概到成人 我們都有在上 那你可以像一般比較不是 就是那種常態性的 你也可以就是幫同學 就是把這個代碼記下來 那也可以提示匯入啊 那下次呢 同學記錄代碼就好了 好 那你看我就按試試看喔 好 點進來之後呢 OK 您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這個代碼跑出來的 部分大小寫 部分大小寫 那您只要記住後面這個就好 就是這個底線後面的 這八碼就可以了 前面的不用管它 前面不用管它 那下次呢 那您就可以用一樣的帳號進來 那麼我會建議各位老師 您進來之後 稍微來這邊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因為這樣子 比較不知道誰是誰對不對 您可以來 剛剛這個地方 這個三角形這裡按一下之後 編輯個人資訊 您把您的姓跟名 稍微把它填進來一下 那待會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平台 那麼老師如果調整好之後 您可以到我們群組這邊 我們今天的已經放進來了 在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加入群組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從這邊 您導致從這邊 比較可能比較快 因為不用記帶 你從發現裡面 因為我公開的群組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的在這裡呢 比較 在這邊 好 點進去 好 這裡呢您可以看到你 第一個呢 預設會加入 你把它按一下加入 有沒有變瀏覽了 好 再按一次 這樣就進來裡面了 就進到我們課程裡面來了 好 我有幫我們這個延期做一個群組 那群組就有點類似像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那這邊呢就可以放比較多資料 這樣 老師您大概清楚怎麼註冊了嗎 好 好那我把它還給您 你們試看看囉 好 好